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应 愿解如来真实应 各位介绍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特本358页 讲到大圣不共法 他说要先来讲 那么般若所说的龙树所般若的 一般若说的这些解形 然后后面再讲大圣三系 然后就差不多结束了 然后讲佛的功德 大概这样 那么讲实定 以及佛的功德 菩萨的功德 现在来看 诸佛依恶地为众生说法 依俗得真地 依真得解脱 这是一个G 好 那么我们上次讲到 所谓的恶地 是世俗地与圣义地 那么他说 这个有时候叫做俗地跟真地 那这恶地法门 那圣地有时候叫第一义地 也叫做第一义地 那么这恶地法门 为般若正观的要门 佛为什么说恶地 就讲这个 那我们说讲到这个地 地是真实的意思 那我们一般听到的 就是有恶地 有四地 那有时候天台讲三地 空甲中三地 上次我们也说 外道就是树润圣润 他们也讲地 有二十五地 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 真实实在的意思 那他这里讲到 主要是说恶地 恶地当然是荣述特别指出来的 那他也有讲佛说法 有所谓的世西坛 恶地世西坛 也类是这样的 恶地 那我们说他是所谓的真地俗地 或是世俗地 地义地 或是圣意地 就这样 那恶地当然是所谓的 我们讲世西坛 四种中趣 佛说法的四种中趣 那是世间西坛 世间西坛 为人西坛 为人身上对治西坛 跟地义西坛 那地义就是圣意 也就是真地 二地是真地 或是圣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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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这样看 类似 那他这里说到 他说佛为什么要说二地 众生自身 有身跟心 与众生相对的世间万人 就是近 通常就是身心近 都叫做法 那这个法 我从这个道理来说 他说世间一切 就一切法 一切法 就是现象 存在的现象 我们一般法 他叫做宇宙万象 就是很多 那宇宙万象 就是世间的一切法 就是法 生 心 不外乎这三个 近 不外乎这三个 那么我们说的就是 色受想形式 所面对的近 那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一般 一般把一切法说成十二处 其实就是 生里面 眼耳鼻舌生 心之义 静之眼耳鼻舌生义 所相对的色身相会出发 我们所能够感知到的一切境 就是现象 所以这一切法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十二处 内六处外六处 那就是我们所认知到的 所认识到的一切 一切法 那这个其实就是不外乎 他讲身 心 近 那他这里说到 他说 这个众生自身 就是身心 以众生相对的世间万有 就是我们看到的 因为不在我们感官里面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 有感官力的我们才知道 像我们看到的光 也就是可见光 听到的声音 也是在我们耳朵的频率里面 太过高频或低频 我们就看不到 那有一些动物 当然 它的感官跟我们不太一样 比如说深海里面的 深海里面的鱼 它是没有眼睛的 它是没有视觉的 那这个轻狂刺法 它就没有意义 那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 基本上是我们能感受到的 可能能认识到的这一切 所以他讲 这个众生的自身 就是身跟心 就是眼耳鼻子的生意 以及相对的 与这个众生相对 就是跟眼耳鼻子的生意相对的 世间万有 其实就是色生相会处法 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个叫做十二粗 也都叫做法 也都叫做法 所以把这个叫做一切法 在众生的心境上 就是心跟境 那么物质是真实的物质 我们叫色法 那么色法包含着 色法基本上是包含 一般把色法 一般色法是以这个为主 色法是包含这个 颜耳鼻子的生 跟色生相会处 当然后来还有多了一个 所谓的五表色 就看不到的 那一般只是讲这样 就色法 这个都是色法 颜耳鼻子的生 跟色生相会处 这个都是色法 十个 那如果再加上五表色 就变成十一个 好 就是你可 色法基本上是有慈爱 可见 可对 都可以分析 那这个都是所谓的色法 那物质的 基本上我们叫做物质的 好 那他说众生的心境上 物质是真实的物质 就是色法 精神是真实的精神 就是他说都是实质的 那么每一法 每一法 物理的 生理的 心理的 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那通常 通常我们把它分作物理 生理 心理 那这里 这里 基本上比如说心跟健 我们一般把 比如说众生 把人 以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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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人为主 那么把它分成 所谓物理 生理 心理 物理的 生理的 心理的 偏重 就是说你偏重在物理上的 那么比如说 地水抹风 地水抹风 空 就是物质上的 他这个理 他就是他有一定的道理 有一定的原理 原则 那么地水抹风 空 是 那么这个都是比较属于物理的 人 从物理上说 他说地水抹风 空 形成的 再加上是形成的 这个就是精神的 那么这个是偏重在物理上的 偏重物理上的说法 那么所以它可以分成物理性的 生理性的 就是感官的 眼耳鼻舌生意 这个是偏重在生理的 感官上的 偏重在心里的 色身相位处法 色 不是色身相位处 还讲错了 是色受想形式 受想 这个都是心所 受想形式 心里的 不是物质的 受想形式 然后再加上色法 这个是物质的 这个是物质的 这个也是色法 这个也是色法 那么这是物质的 那么这个是偏重心理上说 那么物理的 不管是从物理的 生理的 心理的 就是 从这三个角度上去看 那么每一法 不管它是从物理的 生理的 心理的 只是说我们说 人可以从物理上去分 从生理上去分 可是偏重在心理上去分 他说这彼此之间 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们叫做法则 或叫做理则 或叫做原则 通常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公司 有很多法则 很多原则 很多理 就是我们有时候叫法则 这一法它有诡则性 法则 有时候叫原则 其实大概差不多 有时候叫理则 就是它是一个法则 一个原则 不是一个定律 好 它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所以从中能够发现 发现一般 现在都叫发现 以前叫发现 那见跟现有都是一样的 治愈物质 治愈就是支配 控制 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物质 或是支配这个物质 修治身心 齐家治国的法则 那这个其实在讲奴家的 奴家 奴家有一套学习的系统 他最开始就是 先发现能够支配物质的 就是他去研究 研究这个物质本身 它都是 就是它有它的一定的道理 那就是研究 你透过研究这个四四五五 去获得这个知识 了解它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说水是往下的 比如说地有坚定性 那么火有这个暖性 然后水有湿性 那么水一定是往下游的 火一定是往上升的 类似像这样 那么它有一定物质本身 它有一定的理 它有一定的理 那么比如说水 经过加热之后 它会变成水蒸气 水蒸气凝结之后又会变成水 水超过温度几度 它又会结成冰 那么它一定有这样 有一定的道理存在 就是物质跟物质本身 那么它有一般像道家 它就会讲 它有所谓的相生相克 那这些物质本身 奴家的说法 基本上就是研究事物 去获得这些种种 从事物上所体会到的 这些道理 然后这些道理 在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修行上 它基本上是这一套系统 奴家叫做格物自知 就是研究这些 不管是物理 然后这些东西 那么一般它叫做格物 格物自知 就是格就是分析 分析这些四四五五的道理 然后去获得这些 一定的原则自知 发现它原则 比如说地球绕着太阳转 然后它一定 所以春孝秋冬 然后春 到哪里的时候是春天 春天 万物生长 这个时候要播种 那秋天 那些像这样 格物自知 去获得知识 格物自知 然后从这些理则上 去知道 因为我们的身体 也是物质的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百分之八十是水 那些像这样 格物自知 然后怎么样 诚意振兴 这个就是导师这里说的 它是诚意振兴 然后齐家治果平天下 他们是这样的 格物自知 诚意振兴 其家 没有 还没有 后面还有个修身 诚意振兴 修身 然后齐家治果平天下 它最重要的是在 其家治果平天下 那佛教当然不是 佛教是研究这个五印振兴 然后了解它的理则 了解生死的原则 就是它的法则 为什么生 为什么死 生跟死之间 它的整个机制 因果关系是怎么样 然后 你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目下也讲 物有本末 事有宗史 指手先后 则进道理 所以这是大学里面的 这就是大学里面的 你去研究这个事物本身 去发现到它的理则 然后把这种理则 一定的理则 带到你的生活来 修行上来 成立 振兴 修身 然后扩大 齐家 治果 平天相 它基本上是这一套 就是说 研究这个生命本身 比如说佛教 它是研究 这个生命本身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 发现到它都是从生到老病死 这个过程 所有的生命都一样 那么生到老病死的过程中 它会有运症 会爱别人 求不得 有心理上的 这个是生理上或是物理上的 就是有物理上的 物理上的它一定是老病死 就是生命的本身 那么心理上的它一定是有产生种种的心手 受 想 闲 事 然后会产生所谓的苦乐 感受上的苦乐 然后由这个东西又会产生造作种种的行为 然后造成种种的业 这些业又反过来形成我们这个身体 越爆生 那了解到在造业 为什么会造这种业 为什么会造那种业 了解到人的神会的 心理的机制 叫做根 成 事 它也是发现到这样的理责 比如说根 成 事 何而生 去 去去受小吃 它就是在研究 然后研究到 发现到 整个生命的过程 它基本上 从生到死 它关键是什么 就是它的根本 根本关键是什么 它的前后关系是什么样 它就变成 比如说我们 我们这个生死 基本上 比如说有圣 我们现在是生 那么他们发现到 不管是谁 即使一只蚂蚁也一样 一只头大象 一个人 蓝的 女的 黑的 白的 不管是谁 它一定是 从生之后 就到死的过程 没有办法改变 那么生到死之间 有所谓的老跟病的问题 有的人没有 有的人有 有的出生没多久就死了 然后你不老不病 他就死了 但是通常都会经过 生到死的过程 是老跟病 就是从这些现象里面去发现 它有一定的理责 而且是 大家都这样一起通用的 就好像科学教发现到 所有的生命都有所谓的DNA结果 然后两只所谓差别 是因为DNA差别来 但以前还不知道 但是这个一般我们就叫做业力 通常 通常就是它 它过去生带来的 它有这样的 那么我们从佛法的原始量来讲 就是我们活着生 然后一定是我们活着的这个生命 那么一定是到死亡为终点 那死亡之后呢 是什么 那当然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 但是透过 透过也许是天脸或是修行 你会发现到生死死生不断地相讯 那生是怎么来的呢 生一定会迈向死 死之后有没有生 当然还要透过修行 或是透过 透过验证才知道 但是生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生命呢 就要往前观察 那当然就透过禅定 然后你去了解 了解整个生命 看到过去 然后看到未来 那么你发现到 它基本上 这个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夜暴生 这个是夜暴生 活着 所以是因为 这个夜暴生是由之前的夜累积来的 所以叫做夜暴生 这个是夜暴生 夜暴生累积成熟 就成为现下的生命 这个是夜 这个是夜 那夜成熟之后 就变成有夜暴生 就出生 这个夜暴生出生 我们就叫做圣 就是这个五暴生 我们就变成有生命 变成有一个生命 那这个生命是由于这个 夜成熟 我们叫做异守火爆 异守 异死异地而守 就成熟 那么成熟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生命 那夜 善业比较多 就可能做人做千 恶业比较多 可能做牛做马 或做鬼 不一定 那通常都是由这个夜 夜成熟 存有 它没有 它就是 这个有基本上就是 你已经 夜 有夜果了 那有夜 有夜就有爆 这个是爆 那有夜就有爆 那这个夜成熟 它就会受爆 所以我们叫做夜暴生 有夜有爆 善业 善业 事简正见来明 就是有夜有爆 有夜有爆 那么善业它就有善爆 做天跟人 那天里面天王天子就不一样 那人里面富人穷人生 在穷人家富人家 好看不好看 它又有所谓的 这个爆 有所谓隐业跟满业 隐业就是你生到三界六道里面 做人啊 做天啊 做牛啊 做马啊 做狗啊 不一定 这个是隐业 隐身你六道的业 隐身你六道的业 隐业 那满业就是 你做人的时候 漂不漂亮啊 父母亲 慈不慈想啊 然后家里有没有钱啊 你人力好不好啊 那么这个都是在这个阶段就形成的 这个业里面形成的 那业怎么来的 业就是跟城市合而生处 然后造作来的 所以这前面就是什么 有爱取来 有直取 这前面就是 这个有怎么来的 有就是 有就是四明色六处 处受爱取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 跟近似 或是心近物 所以身心近 他们就是身心面对这个近 然后产生变化 然后有直取的现象 四明色六路 处 处受爱取有 处受爱取 这个就是身心近的变化 就是说爱取 通常都是爱取 直取 直取这个身心 及其直取这个近 对这个身心近产生直取 爱取 然后就会产生变 爱取就会造作 然后就产生变 然后变成熟 就会受果报 果报就有生死 那在生死当中 就有种种的苦 愿正会安眠你求不得 那种种就是这样 那这些又怎么来的呢 你为什么会直取呢 为什么四明色六路处 跟城市合而生处 处去受想之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你直取了之后 这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直取呢 就是那么由过去的 又由过去的这个夜 或是你最重要的就是无名 我见 我见就是无名 由无名 然后推动 造作种种的夜 那这些夜 这些夜 然后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习惯 就习惯 习惯造作 就变成 不断不断这样循环 所以推到这上面就是我见 推到这上面就是我见 然后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爱 爱取 有爱一定会取 那爱就是对这些境界产生爱 单左 单左 那通常就不离开 这个心 顾恋过去 单恋现在 那么行求未来 就不离开我们这个心 心是造业的根本 那么单恋过去 对于过去的境界 顾恋过去 那么顾恋过去 星球未来 拦着现在 顾恋过去 这境界 顾恋过去 星球未来 拦着现在 翻着现在 顾恋过去 那么星球未来 以及单左线站 直左线站 通常不离开这个 这个也其实它就是 它就是一种法则 所谓缘起法则 那这个就是缘起 这个就是缘起 那你从四四五五的变化当中 比如说诸前无常 诸法无悟 那么它也是一个法则 就三法印 那么它就是从事物的变化里面 事物的变化里面 然后发现到它有一定的诡则 那么你在从这个原则上 去了解 那我们现在生命 我们现在的生命应该要怎么样 因为 假设你要盖房子 水是往下流的 你就不能盖在水流下来那个地方 那叫风水 你就不能盖在那个风吹 大风吹那个地方 那被风吹淘 它这个是 它这个是一个原则 所以一样 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顺应 这个理则 基本上 基本上儒家是比较站在 对这个世间的 佛教是出世间的 但是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像是格物自知 也是从事物的法则里面 去发现 去发现 它那个不能改变的原因 然后我们的生命 又怎么样依这个法则 让它变得更好 向上向上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它这里讲 它说 多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所以能从中发现到 治愈物质 治愈就是支配 就是研究分析 就是你知道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 比如说 比如说你知道水加热 会变成水蒸气 那么你就可以 把这个水蒸发完 或是你要把它加热 它可以煮熟都是 类似像这样 那么修至身心 我们说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修身 修至身心就是 诚意正心跟修身 然后怎么样 齐家治果 平天下 就是它有一定的鬼则 有一定的鬼迹可学 原则 理则 法则 都是一样 我们讲原起法则 夜报法则 无常法则 它都是 一定是这样的 法性 法柱 法界 普遍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到处都这样 所以这看来 确实是如此的 一致公认 那么这个是世间的 那当然 世间的跟初世间的 都是法则 都是法则 那它这里在讲地真实 比如说有一些定律 离了这个地球就不一定 离了这个地球就不一定 比如说水是往下流 那是因为有地心眼睛 离了这个地球 水就不一定往下流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比如说加热 那么加热是因为 有空气 那么如果你在真空状态 你这个加热 就不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在世间上有所谓 就是依这个世间而有的 那他说这看来确实是如此 一致公认 这一个常识的世界 就叫做俗地 是世间上的 世间上必然如是的道理 俗地中也有身影的跟前显的 那都是俗地它也分 就是很容易就明白的 或是不容易明白的 身影的就是比较深奥的 比较不容易发现的 隐藏的 比较不容易发现的 那么这个浅显的 就是比较容易看见的 很容易就明白的 如木石等物质 木头 石头 那么这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的 那么原子 电子 那么经科学仪器才能发现 像光也是一样 那紫外线 红外线 基本上像有一些我们是看不见的 那必须透过仪器我们才能发现 或是辐射线 那我们也不容易看见 我们不容易看见辐射 但是你接近它就会受到伤害 你要受到伤害你才知道 这个是辐射 那么所以如现身 他就在讲这个道理 像现身是人人知道的 前身 就是过去身跟未来身 就不知道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是知道的 生老病死是我们现前可见的 那生之后的轮回 又有生老病死谁知道 谁知道呢 像无名我们也看不见 但是我们可以 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就是我们有那个我词 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体验到的 就是用我见 所以他这里讲 前身跟来身要有天远才能明见 就是你自己才能够清楚知道 有没有轮回 即使到现在 有很多轮回的案例 西方人也一样 他有很多轮回的案例 但是他也不一定承认有轮回 他搞不清楚那个是什么原因 就很明显的这个小孩子 就是借了他的过去身 基督有很多 西方人一直在研究这个轮回 到底是有没有的 因为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不认为轮回 他有未来身 有现在身 但是没有过去身 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没有过去 但是有现在跟未来 就是现在这一身 然后死了之后等待审判 或是升到天堂 他有未来的 但是他没有过去 他没有过去 那现在怎么来的 现在是上帝创造的 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 那未来是上帝决定的 那么现在也是上帝决定的 那佛教不是 佛教是现在是由过去来的 未来是由现在来的 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政见第一个就是 有过去有未来 那基督教没有过去的 这一生就是第一生 这一生是第一生 是上帝把你创造出来的 那创造出来 你信上帝得永生 然后你未来就永远在上帝的 上帝的国土里面 享受快乐 如果你不信 你会永远在上帝和造恶 你会永远受第一的烈佛 折磨 永生永世 这个是 以上帝为信仰的 不管是犹太教 唯教 基督教 天主教 这个都是以上帝为信 他是这么说的 他没有过去 佛教基本上是有过去有未来的 可是过去看不到啊 未来也看不到啊 只有现在看得到 像无神论的 共产党就是没有未来没有现象 那未来也不是你的未来 你死了就没有了 那唯物主义的嘛 那没有 只有现象是真的 死了就死了 那么很多知识分子也是这么认为 他也做善事 但是他不认为这些善事未来 他会神天做你 那没有未来死了就死了 但是这一生要好好把他过日子 过好就死了 有很多知识分子 都用这样的观念在生活 但是他这一生也要做好人 但是做好人不是为了下一辈子要幸福 没有下一辈子来拿来的幸福 没有 但是他这一生要做好人 那把这一辈子好好过完 那死了就死了 就没有了 基本上也有很多这个样子的人 所以他知道 他说现身是人人知道的 前身跟来身 要有天眼才能明见 你有天眼你就会知道 但是有一些人 他做梦会梦见他过去生 当然做梦不一定是真的 但有些也是真的 我们说科学家在研究 西方的科学家研究人果已经很久了 他发现有一些 像我们说有一些小男孩 他记得他前身 然后他说他们去研究 是真的 他记得那个地方 那个家庭 哪一个都还在 有些记得他不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做飞行人叫什么名字 他们真的就去查 真的就有这个人 而且他对那个飞机的开 构造 都非常熟悉 那现在更多的还有火星人来的 还有昂素星人来的 然后他讲的一些 就是这个地方没有的知识 他不知道 那么这个基本上 大部分的科学家 还是不认同的人文 多数的西方科学家 还是不认同的人文 虽然这些道理他们也不能反驳 但是他们也不认同的人文 那这个也是 就是说多数的人 他还是在那种观念地下 就是东方的人比较 亚洲这边他受佛教信仰 影响的人基本上 比较印度 日本 韩国 中国 还有东南亚这边的 泰国 米典 这些佛教国家 他基本上是相信轮回的 基本上是相信轮回的 他做善事是因为善由善报 他未来会变成好 那不相信轮回的 他也做善事是因为 要荣耀上帝 上帝如果你不这样 上帝不给你上天堂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观念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浅显的跟身影的 难见的 他说虽有浅身不同 但都是平常心事的知识 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电子 直指这些看不见的 不过现在因为科学发达很多 就算我们看不见的 我们也相信 地心引力你也看不见 你哪里知道真的有地心引力 你说有就有 那说不定不是地心引力 不是另外一种力 像业力也一样 业力你说有就有 那有些人也不会懂 那不过多数的人因为读书 像我们大部分的人 小时候就这样读 直到牛顿发现地心引力 达尔文 他发现世间是由进化来的 后面有一讲 这是演化路 那这个是 其实 世间到底是不是真的进化而来 是这个 现在还有有进化的痕迹 他们都是进化来的 这个还有带 还有很多争议啊 但是大部分来讲 他就变成是一个 好像普遍的认定 像说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那么多数的人都认为 有一个奇异点 科学家现在是这样的 有一个奇异点 然后瞬间大爆炸 然后宇宙不断的扩张 现在扩张 不断的扩张 现在已经 这个已经是变成是 变成是一种常识 但真的是这样吗 那么 你这个奇异点怎么来 你没办法去解释啊 为什么一开始有那个奇异点 所有的能量都聚集在这里 然后大爆炸 然后爆炸之后 产生就种种 种种的星云 种种的物质 然后就是变成 然后不断地扩大 宇宙不断地扩大 这个变成是现在科学 就是说世界怎么来的 最 就是最主流的说法 可是这个有一个问题 那奇异点怎么来的 因为跟上帝创造世界很好解释 可是上帝怎么来的 在哪里创造世界 然后我们的时空 都是从奇异点来的 但是奇异点存在哪里 那为什么会有 从哪里来 这个就不能解释了 所以科学有一些是 我们现在认为的真理 有时候就是熟悉 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些 好像是原则道理的东西 其实也不一定是整理 像进化论 像世界的形成 那这些 我们看起来好像讲的有道理 其实你只是去研究 我觉得也不一定有道理 像奇异点 奇异点这个点到底怎么来的 这很难解释 那一开始有那个点 它为什么具有那么大的能量 那具有那么大的能量 它为什么会爆炸 要具有那么大的能量 它是原因在哪里 没有 它本身就是原因 这个很难解释 但是科学家透过观察 发现宇宙波动在扩张 然后他就认定 那一开始一定是 那越来越大 所以一开始一定是越来越小的 小到剩下一个点 那其实这个虽然是观察的 但这种结论还是推论的 还是推论 就好像说 那么多人都不同的 一定是以一个神 唯一的神创造的 非常有智慧 有能力的神创造的 这个也是推论 好 那我们说 他说这个是平常心事的知识 如佛说三界六道 五蕴六处 烦恼夜苦 这个也都是俗地的说明 就是事先上的现象 在说明这些事先现象 如果三界六道的说法是 印度本身就有的说法 它并不是佛陀特有的说法 那世间有所谓四大洲 北聚如洲 南原福迪洲 西牛赫洲 东盛神洲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印度原有的说法 那么夜历 如回这些事 这个是奥义书有的说法 那也不是佛陀新创的 也不是 那么 但是也不是说外道说的就都不对 也不是 他们也发现真理 好 只是说这个真理就是从事先的现象上去发现 有这种事 所以 他说这个都是事俗地的说明 好 众生一向在俗地心境中 现现实实 就现实 其实就是强调 非常的现实 事先真现实 那么五可怀疑 就是你现前所见到的是那么实在 也无可逃避 就是你也没办法改变 比如说生老病死你没办法改变 太阳 太阳从东边出来 从西边下去 你也没办法改变 你没办法改变 他天天都这样 但是现实的公认的就是究竟的实相 有时候也不是 有时候只是假相 或是 那是你没有真实去了解 比如说太阳从东边出来 从西边下去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就会觉得太阳每天从我们的东边出来 从我们的西边下去 那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是太阳 太阳是恒星 我们是行星 行星就是运动的 那么恒星是不动的 那么是我们那时候太阳转 那因为我们自转又公转 这个是后来才发现 以前也不知道 以前是天远地方 你看那个趋远写遗梢 早期说 早期说 地是方等 那旁边 旁边有几根柱子撐着 天远的天远梢里面他就问 天远 就是对很多问题在产生疑问 都说地线东南 东南角陷下去 其他地方有柱子撐着 有几根柱子撐着 是谁看见的 怎么就发现这个柱子 混沌的时代 大家就是一开始是混沌 就混在一起 就是天地还没有分清楚的时候 那个是混沌时代 又是谁知道的 既然都分不清楚 那是谁知道 那个是混沌时代 怎么算有那个时代的 反正就很多疑问了 但是一般人 会就我们所看到的 去理所纲杆的认为 好像是这样子 其实是这样 曲远很会问 我觉得这种观念很好 就是说 凡事你不要动 我之间就是这样 那么 你们去思考 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像说苹果掉下来 可是什么东西都会掉下来 这个是不是常识 没有 它一定有原因 那是恒星 后来才发现地心引力的 那你说 你说太阳 太阳绕着地球转 所以每天从这边出来 从这边下去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其实是我们绕着太阳转 那你说太阳就是恒星 太阳也不是 太阳也会动的 就好像说山不动 山怎么不动 人会动山不动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山一直在那里没改变 可是你知道太阳在转的时候 山就跟着转了 它怎么可能不转 一样 那太阳是恒星 你看起来它是不动的 从宇宙看它是不动的 我们一直到了太阳转 其实太阳也动 为什么 因为太阳是在银河系里面 整个银河系是在动的 太阳怎么可能不动 银河系本身就在转的 只是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 你转的快 它转的慢 你看起来它是不动的 所以有很多的 我们认为的知识 其实不完全是真意 它只是一世间这样的现象 来暂时说明它 它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这里讲 它说现实的公认的 就是究竟的真相 你如果仔细去分析 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了 我们大概就知道了 你看到的真相 不一定就是真相 那导师在这里也有看 他说不是的 不是就是你看到的这种真相 我们刚才提的例子也是这样 他说在知识的进展中 发现了过去千真万实的 并不就是如此 所以科学它不断在更改 它不断在更改 那现在认为的 就是以前认为的被现在否定 那现在认为的会不会被未来否定 有可能也会 有可能也会 我们以前认为的真理 所以知识不断在发展 我们以前认为的真理 后来发现不是 以前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 这也是基督教信仰是这样的 所以哥白米被迫害 他就是认为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 然后这个就是违反基督教义 然后他就认为地球是叫做太阳短的 太阳才是中心 可是现在看太阳也不是中心 太阳只是银河系里面一颗很小的 银河系里面有4千 2千亿到4千亿的太阳 太阳系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像以前认为有九大行星 后来又认为有十二大 九大行星 后来发现到明王星 它不在太阳系里面的行星 又把明王星踢出行星行列 就会变成八大行星 反正这种东西就是会变来变去 就是他发现到的理 它不一定是理 他只是那个时代不知道 甚至认为 甚至认为这个 虫肉里面会自己长出虫来 后来才发现不是 就是因为 你若引发苍蝇 苍蝇下蛋在里面你不知道 你就会认为 从肉里面长出虫出来 其实不是的 但是以前不知道 你连看不到那么小的蛋 所以就认为 肉会长出虫出来 这个都是像以前认为 浮巢生云 这个草烂的自然会生出 那个虫出来 不是的 那个都是有虫卵的 所以他说 我们过去认为千真万确的东西 并不就是如此 如不可吸不可入的原子 以前认为原子是最小的 后来再经过仪器才发现 原子里面又有什么 又有电子 直子 中子 原子是很大的 原子以前发生是最小的 后来发现原子里面还有电子 直子 中子 后来又发现 以为电子已经最小了 又不是 电子里面又有不同的物质 所以现在都在 找那个最粗的物质 那有的说是乙碳 有的说是华克 就有很多种说法 佛教里面他也分析 就是什么物分分分分分到最后 有一个不可分的叫做极为 这个就是最粗的物质 最粗的物质 那这个就是实在的 当然这个是实在的 这个是某个部派这样说 对比是有部 他认为物质有实在性 实在不可再分的那个叫极为 那以前认为原子是最粗的 没有比原子更细的 由原子组成的事件 后来发现原子里面还有分的 原子有电子 有直子 有中子 那还有带正电 还有带负电的 就多了 就不只是 那电子里面又有啊 就可以再分啊 所以他说不可吸不可入的原子 现在知道是电子集成 是会合而成的 那么青黄的颜色 真的是青色跟黄色吗 不是 青色我们看到的颜色是假象 我们看到的颜色是假象 比如说这个是红色 这个红色不是这个物质本身是红色 不是的 红色它至少也是红色 是由光形成的 因为光有青 光有一般来讲我们的可见光 就是一般分析光主要是七种颜色 那由这些形成种种的颜色 光本身它有红 橙 黄 绿 蓝 定层 那么这个光照射之后 反射 反射光跟我们的眼睛 水晶体里面看到的 反射 它反射有 反射 然后被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吸收 然后定层影像 然后它反射出来的光 它会吸收光进去 然后会反射光出来 它比较吸收不了那个光 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 就是它会吸收那个光 那么这些光 比如说它有红色光 这个有红色光 光里面有红 橙 黄 绿 蓝 定层 那这种物质 这种物质 比较不能吸收红色光 所以它会反射红色光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红色 那又被我们的眼睛感受到 所以不是这个物质本身是红色 是它反射出来的光 它本身它能够吸收的那个光线 红色这一部分 红色光它比较不能吸收 所以反射出来是红色 其实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经过我们 当然我们认为它是红色 还要跟我们的眼睛过照有关系 同样的东西 同样一朵花 同样一个 那么一支钮来看 跟一个人来看不一样 可是物质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朵花 这朵花是红色的 那么我们的眼睛看到是红色 当然眼里是它这个光反射出来 可是它还是要经过我们的眼睛 那么我们眼睛分别它 那还要看我们的眼睛 你有色吗 没色吗 然后你的眼睛的构造 那么一只蜜蜂看到的花的颜色 跟一个人看到的花的颜色不一样 因为蜜蜂可以看到紫外线 那么它反射出来 它不同的光它又不一样的颜色 就是一个有色谎的人 跟一个正常人看到的光 因为它眼睛过照不一样 那么一只蜜蜂跟一个人 眼睛过照不一样 那么它吸收光的也不一样 因为反射过来 那么这个物质本身是一样的 那么反射出来的光也一样 但是因为你的眼睛过照不一样 你吸收的也不一样 所以它颜色就不一样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红色 蓝色 黑色 那基本上是光波 光波反射的不一样而已 那当然我们要吸收这个光波 它发出来的讯号 那我们吸收之后我们解读它 然后还要跟你的眼睛过照有关心 还要跟你的意识认识有关心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颜色看久了 我们的意识会形成它是有颜色 然后就是有时候会错认 那这个影像 因为它会形成要经过我们的眼睛 然后那个视网膜有一个信号 在传到我们的脑里面 它经过三个 一个就是光反射到这个物质本身 反射出来的光波 这个光波进到我们视网膜 这是第二层 视网膜在经过脑神经这边吸收讯号 解释它 诠释它 所以这三个都会影响你对这个颜色的认知 好 就是物质本身 然后经过水晶体 然后经过这个视网膜 经过这个眼睛 然后眼睛再经过意识 因为眼睛只是 眼睛只是吸收这个眼相而已 吸收这个光波而已 不一样 那解读是靠大脑的 解读是靠大脑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这是什么颜色 不一样 那不同的光线 它可能颜色有时候会变 那没有光线你就看不到颜色 没有光线你就看不到颜色 所以 它说我们认为的颜色 基本上是光波的不同 不是真的有那个颜色 它只是光波反射的 反射的 因为红尘黄约来电子 然后它这一些形成不同 非常多种颜色的光 就混合了 在佛的证觉中 知道众生所经验的世间的真实 是伏须不死的 就好像我们看到颜色 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 从西边下去 看到水往下流 那么这些我们认为到哪里都一样 其实不一样的 你在真空世界 在没有重力的世界 或重力不一样的世界 它是不一样的 它不一样 所以不是完全一定是这样的 在特定条件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叫世俗 这个叫世俗 它还是真理 但是这个真理不是究竟的真理 不是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是由种种因缘 到现在有种因缘而限为如此 比如说引力来讲 地球的引力跟月球的引力不一样 所以你现在如果是六十公斤 到地球它好像是减六分之一 还是少六分之一 我忘记了 就是如果少六分之一 就少十公斤了 好像只有六分之一 还是少六分之一 所以引重力不一样 那当然在这个地球 它重力是一样的 你在美国秤是这么重 在中国秤也是这么重 但你到月球上秤就不是这么重 所以这种世间的 你说度量的 这个是统一标准的 你说几公尺几公尺 两百年 两万年前 两千年前的几公尺 就不是等于现在的几公尺 几公里 几里 几里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由种种因缘而限为如此的 并非一一法都是真实有的 就是它这样就是这样的 而且是真实的 不是的 不一定的 那所以这可见 人人以为确实无此的认识 我们从小就接受很多知识 像以前我记得 我们小时候读那个生物学 也是讲进化论的 也讲进化论 那进化论 其实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但是它也能够说明某些事实 但你说事先是由进化来的 那就变成有无生物 本来是没有生物的 后来开始有期生物 后来慢慢单细胞 多细胞 所以人是怎么来的 人的主线就是猴子 那这是猴子生病了 长得不像猴子 就变成了 就奇变了 发生突变了 就变成是这样的 那所有的生物就是不断演变 不断演变的 那当然这个也可以 从生物的演变上 它发现到有部分是这样 但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吗 显然也不是 你要知道 一般叫做演化论 演化论有一个最难理解的 就是从境外来的 它叫做适者生存 就是它会淘汰那不好的 一直淘汰那不好的 适者生存 弱弱强死你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 到最后都是强的 可是你会发现到很多弱的 活生还是一直存在 它也没有被淘汰 它并没有被淘汰 那这样那化身的怎么来的 化身的就不可能了 它是由这个世间看到的现象 那你去分析它得来的 那天上 天人那个化身 当然科学家不相信有这种东西 他不相信有天人有鬼这种东西 那鬼到那些 鬼到那些 那一些世界 它又是怎么会这样的 那鬼也有化身也有胎生 那天人的化身 天堂那么好 它那些怎么来的 那这个化身 它科学家很难解释化身 没有办法解释化身这种东西 那确实如果你修常见 你确实看到 那确实有天人 而且他们确实是化身的 忽然间就蹦出来 业力化身的 你不要讲雷花化身 就是天人的那个业力 它就是忽然之间 蹦出一个五岁的孩子出来 所以在科学家里面是不承认的 当然他们不承认有这些 他们只眼见为品 分析 分析你现前看得见的东西 或是你仪器可以检查到的东西 所以 这可见 人人以为确实如此的认识 并不能体见世间的真相 它这个只是世间 世间上我们习惯认为是事实 但是这些事实不一定是事实 你从五千年前 三千年前 两千年前 一千年前 认为到现在五百年前 一百年前 认为的事实到现在不一定是事实 像现在讲所谓的量子世界 这个讲得更复杂 那量子世界比较能够解释持有故必有 也比较能够解释叶报的理论 但是这种还当然这个量子的这种说法 或是我们叫做平行时空的说法 在科学里面基本上它也在研究 但是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它还没有办法来理解到 比如说宇宙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当然科学也一直在研究这种东西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 现在已经有科学讲说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已经有讲到这种现象了 这个世界其实是虚拟的 它是很多种说法 科学太多种说法 它说 那么不能体见世间的真相 反而显出了人人有余门的障碍 就是说我们不断在相信这一起的科学 相信到最后发现到 它不断在转变 不断在转变 那么非破除这迷扭的错误 透出尝试的鉴定 像现在疫情 那么大家经过科学的研究 就是必须要用疫苗来对抗抗 但是疫苗真的能够对抗病毒呢 当然这个就是有很多种说法 那么病毒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 那疫苗可以对抗病毒呢 那如果不是用疫苗 那要用什么呢 反正就有很多种说法了 我们现在科学的比较主流的说法就是 疫苗是可以防病毒 就算不能完全反 但是也可以多数 那么你中了之后至少也比较不那么严重 这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说法 当然当然还有很多人欢迎 因为疫苗本身就是病毒 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类的说法 但是一定有主流的说法 那我们大部分都跟着主流 我们大部分会跟着主流的说法走 但是主流的说法后来也可能被推翻了 单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那已经算很主流了 但是他也要修正 那么霍金讲这个黑洞 他有些理论他也修正了 那我们认为时间是真实的存在 但是后来发现时间并不是真实的存在 那空间呢 那所以这种科学上存在很多 我们很难理解的东西 但我们一般会依科学家 研究过的为主 但是也很多派所谓主流的说法 后面还会讲就是以前我们认为真的 到现在就不一定是真的 那各式各样的说法 所以他说 常识的鉴定 就是一般认为是常识的 那么不一定是说出世界的真相 不一定 那么这一个理解是佛法所共同的 所以再讲俗地这一部分 就是世间认为的真相 他只是世间的 他不是真相 就只是世间的真相 但他不是究竟失误的真相 其实是这样 所以佛法的修学 就是要从现实世间的正观中 发现其错误 依俗地得第一意 那这个跟奴家的格物自知有一点像 但不完全一样 因为奴家主要还是要应用在这个世间 在世间的 那佛法是求解脱要出世间的 他更进一步 不实在去望显真 深入到世间真相的体现 这究竟真相 名为圣意定 也就是第一 圣意有时候叫第一意 是因为特殊体验的禁定 因为是特殊体验 通常这个特殊体验是定慧 有定有慧 就是我们在修炼的过程中 心达到高度的集中 高度的集中叫做定 那么这个智慧 达到纯粹的认知 就是你非常高度的 高度纯粹的认知 就是力量 那么定慧均等它会产生一种 身体上也会产生变化 能力上身体上都会产生变化 那有时候我们叫做特异功能 那你如果有这样 你可以延缓生命的话 可以延缓 但不能避免它的死 可以延缓 甚至可以延缓到比如说 可能几千年几万年 就是一般道家的叫做仙人 他说仙人还是要死 但是他以为他就不死了 天人几千年也是要死 但是他以为不死了 但是修道他可以 天人是死了之后生到天上 那个是天色生 但是修道比如说修仙道 他是这个肉身成道的 他这个肉身就可以延缓 我们叫做长 一般他认为是长生不老 或是返老返统 道家叫做返老返统 就回到年轻的时代 一直保存在这个时代 但是从佛法来看 他也他只是能够延缓 他也不是不老 也不是不死 还是会 只是时间惨而已 但是他已经产生变化了 就是他可以变化 所以他这里讲 但是要有这种变化 他必须要有特殊体验 那这种特殊体验不离开禅定 就是心要高度的集中 所以他这里说 那么这个是圣者所功认的 就是你到了有一个特殊体验 就是要有定慧 有定有慧 那么才能成为圣者 那么如果你只有定 你有慧 你还是有比较 你的心力很高度 你也可以有特殊的体验 但是你不是圣者 所以你的体验还是事件的 所以你会认为 你会认为 你可以长生不死 其实没办法 所以你发现到的真理 还不是真理 你会认为这个就是涅法 或这样就能解脱 其实不是 那顺者就可以发现到 真正的真理 其实是这样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